韩丽面色微变 将蹄魂拥入怀中 低喝一声抱住我 然后双臂陡然变得模糊 双拳连环轰出 一道道金色拳影飞射而出 砸在黑色的匹链上 轰隆隆的爆裂之声连番乍响 一团团金色拳影爆裂 黑色匹链颜色越来越淡 不知斩碎了多少拳影之后 终于闪动了几下 消失无踪了 韩丽停下倒舍的身形 微微有些气喘 之前和东方白的大战中 运用巨魔变身 肉身之力消耗本就很大 这眨眼之间 他又轰出上千拳 身体顿时有些吃不消了 提魂之前闭着双眼 双手紧紧地抱住韩丽 此刻堪堪睁开 提魂看到韩丽气喘 脸色位置一变 主人 你没事吧 不碍事 只是消耗有些大 这家伙追上来了 韩丽一摆手 接着面色一变 朝着某个方向望去 远处那团金色的火光 一闪消失 齐魔子从中飞出 眼睛望向韩丽 搓了搓双手 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哈哈 确实有几把刷子 不枉费我等了这么久 只见他手中握着一柄 乌光四射的短斧 看起来啊 刚刚那道黑色笔链 便是磁斧展出的 韩丽被齐魔子这么盯着 心中不知为何 隐隐中啊 有种全身上下都被看穿的感觉 他急忙运用时间法则 瞬间流遍全身 这才勉强隔绝那种 被看透的感觉 韩丽深吸一口气 打算先探探死人的底儿 开口问道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你我此前 好像没有见过面吧 齐魔子 眸中闪过一丝火热的光芒 向前缓步而行 口中说道 哈哈哈哈 热火 吃戎这两个家伙 没有给你看过我的影像吗 本座乃是齐魔子 相信你已经听说过这个名字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将大五行幻视觉交出来 我饶你一命 韩丽心中一阵 面色丝毫不为所动 大五行幻视觉 那是什么东西 是一门功法吗 哼哼 你果然和赤戎传讯说的一样 是个十分不老实的小子 不过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只要抽取到你的神魂 搜魂之后 便知道了 齐魔子冷笑着说道 身形飞扑而出 韩丽脚下金光一起 急忙向后倒射而去 提魂美眸一闪 说道 主人 别带着我了 你还是让我放下吧 全力出手 对付此人 我可以照顾自己 韩丽丝毫不为所动 齐魔子大笑说道 哈哈哈哈 阁下道很会怜香惜玉啊 不过你放心 本座向来不杀女子 只想要你的神魂 哈哈哈哈 齐魔子手中短斧上浮现出一层漆黑火焰 凌空一批 一道比刚刚明亮了宽大数倍的黑色皮链 飞射而出 斩向韩丽 速度也比之前快了几乎背许 一个闪动就到了韩丽身前数丈之处 黑色皮链附近 百丈范围内的虚空 仿佛镜片一般轻易的碎裂 一道接着一道的空间裂缝涌涌现 并且朝着周围蔓延开去 韩丽面色凝重 低吼一声 急忙施展真眼宝纹 无数金色波纹扩散开来 瞬间笼罩着周围数百丈的范围 将黑色皮链包裹其中 黑色皮链立刻停了下来 但金色的波纹区域也狂颤了几下 好不容易才稳定了下来 咦 竟然将真眼画伦经修炼到这种程度了 齐魔子面露惊讶之色 却也没有太多在意 手中黑色的短腹一扬 便要在此劈下 就在此时啊 韩丽体表金光再次大放 一个金色凌遇呼啦啦张开 笼罩住了周围数里的范围 齐魔子被金色凌遇罩住 动作顿时迟缓了十倍以上 韩丽同时施展真眼宝纹和时间凌遇 体内仙灵力消耗极快 但是呢 他丝毫不在意 两手连挥 下一刻 十几根金色雷幕从他的袖中飞射而出 滴溜溜一凝之下 落在深周 形成一个圆圈 正是居雷幕 耀眼的金色雷光 从十几根居雷幕上飞出 彼此交织在一起 齐魔子眼见此景似乎想到了什么 身上金色的火焰大胜 然后呼啦一下朝着周围扩散开来 瞬间形成一个金色火焰围域 笼罩住方圆数十里的范围 韩丽被金色火焰围域罩住 身体立刻一沉 速度也迟缓了十倍 仍旧在顽强地掐绝 催动拘雷幕阵 雷阵飞快地充实 眼看就要圆满 齐魔子怒吼一声 身前金光一闪 那个金色火把浮现而出 一圈圈的火焰灵光 从金色火把上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 一切都为之静止 火焰灵光快速地扩散 几乎瞬间呢 就照在了韩丽二人的身上 韩丽和周围的雷阵 立刻一致停顿在那儿 连真眼宝伦和周围的金色波纹 也凝固在那里 被彻底地压制 齐魔子面色一松 手中短斧 黑光大胜 一道乌黑皮链 辅光射出 斩在韩丽周身的金色波纹上 巴搭一声 金色波纹仿佛 翠瓷一般尽数裂开 斧芒丝毫不停 朝着韩丽本人斩去 就在此刻呀 韩丽身周光芒连闪 左侧浮现出一个金色玉瓶 瓶内装着小半瓶 透明的金色灵液 闪动着淡淡灵光 右侧呢 多出了一个金色沙漏 里边引现无数金色沙粒飘飞 它身前浮现出一个 燃烧着金色火焰的火把 而身后浮现出一株 金色的小树 五件时间神通散发出的金光 彼此呼应 彼此共鸣了一般 上面的时间道纹纷纷亮起 一股强大而又圆满的时间法则波动 随之样荡而开 五十根时间法则精丝 从真眼宝伦等物上脱离飞射而出 首尾相弦 连接成一个金色的圆环 急速地转动 发出一股吞噬之力 齐摩子的断食火镜 突然颤动了起来 一道道火焰灵光飞射而出 没入金色的圆环之内 齐摩子面色一惊 什么 韩力顿时恢复了过来 周围的雷震也恢复了灵动 他两只手指立刻掐绝 金色雷震变芒窜动 彻底地凝聚成形 急 韩力手法立刻向前一催啊 耀眼的金色光芒 从居雷木阵中绽放 笼罩住韩力和提魂二人 金色电芒 窜动之间 虚空也随之强烈地拨动起来 翻起了一道道水波般的涟漪 朝着周围扩散 齐摩子感应到此幕 眼睛猛然一瞪 面露狂怒之色 手中黑色短斧 光芒暴涨 轰隆一声啊 这短斧瞬间 十倍化作了一只乌黑巨斧 一股狂暴无比的法则波动 从巨斧上爆发开来 黑芒闪动之间 附近虚空已经开始崩塌 齐摩子 两手一握巨斧 冲着雷震 狠狠地一劈而下 轰的一声巨响 一道足有 李许宽 十里长的巨大黑色皮链 狂卷而出 所过之处 虚空完全碎裂 一个接一个的空间漩涡 浮现而出 席卷了方圆 数千里 天空瞬间变得漆黑 一团团乌云 浮现而出 狂风怒吼 但是 齐摩子此迹 明显有些迟了 黑色腐盲声势 浩大无比 但是雷震的动作呀 却更快一些 就听到 轰的一声霹雳巨响 寒历和蹄魂的身影 在雷光中消失无踪 黑色皮链随后席卷而至 瞬间将雷震撕裂 那十几根居雷目 也被彻底绞碎 齐摩子面色一沉 冷哼一声 收起黑斧 闭目感应 足足过了一顿饭的功夫 他睁开眼睛 面色阴沉得恍如 一汪寒潭 但又随即恢复了平静 齐摩子眸光中泛起 炙热的光芒 黑黑的笑道 哈哈哈哈 大无形幻视觉 果然在你手里 此法一旦修成圆满 竟然能够具有吸纳 其他一切时间之力的功效 果然不愧是 最强的时间功法呀 话音落下 他拂袖看似随意的一挥 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长虹 朝着金元仙宫方向飞去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儿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